阿嬤 便当来咯 来 我带给你 每当送餐员地上热腾腾便当 这是彩丘婆婆最开心的时刻 因为独居的她 罹患甲状腺疾病多年 加上年纪大了 行动不便 无法自行准备适合病情的料理 还好社工及时帮她连结送餐服务 我们送餐之前 社工都会先去访试 然后先了解整个长者的饮食状况 还有她的牙口 疾病状况 那营养师这时候就会来做调配 阿嬷 你吃得有关系吗 我吃下去很好吃 都没睡觉 真的去找她嘛 你送 我这样不甘心 阿嬷 你这么去找她呢 你不休息一下 还送来让我吃 真感兴 阿嬷 这样甘心 阿嬷 没关系 没关系 我送给你吃 没关系 在桃园还有许多独居的失能长辈 以及身心障碍朋友 得依靠送餐服务才能够安心吃饭 背后有赖公益彩券淫于益助 协助桃园市政府推动这一项社会福利 在此要特别谢谢财政部 还有中国信托台湾彩券 还有公益彩券淫于益助了将近200多万的经费 协助我们能够送餐服务的计划 让我们能够实质的照顾我们桃园市将近940多位的 这个失能长辈跟心心障碍者朋友 从制餐开始 其实每个环节都别具用心 好比市府为了减少送餐路程 可能造成餐盒保温不易而衍生相关问题 特别请当地人服务当地人 由邻近社福团体承接送餐服务 此外就连餐盒设计都藏有关怀 我跟你讲这上面是我们的电话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打这个电话给我们 都有人帮你处理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安全网 让我们在送餐的过程 除了让长者吃到热腾腾的餐点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它的状况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需要或是特殊状况 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被发现 然后得到及时的一些帮忙跟协助 这也是我们送餐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民众购买公益彩券 其实都有部分盈余回馈到社福单位 不光协助有需要的人 也可以将爱心化为热腾腾的餐盒 让独居的失能长辈 和身心障碍朋友暖胃更暖心 冬森财机新闻 张亚珊 林医生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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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